在昨晚举行的勇者无尽YFU武林龙中队比赛中 中国队长傅高峰进行了自己签约武林龙中 对正式进军MMA后的首场比赛 最终他也惊险地战胜了黑人选手恩扎巴 除此之外 往往里击败杰克 刘策也战胜了于海明 两位备受瞩目的中国名将也均取得胜利 刘策曾获得过全国散打冠军赛的亚军 也是一位战力转型综合格斗的选手 本次他的对手于海明更加擅长摔跤与缠斗 所以比赛开局两位选手就希望将比赛带入到自己的领域当中 于海明积极爆摔 但刘策则在后退防摔的同时 打出数次凶猛有力的重击 在于海明接连受创之后 刘策似乎还保留着踢拳比赛的惯性 多次终结机会都并未上前压制补拳 直到最后刘策一记高扫踢直接将于海明TKO 而总用时也仅仅71秒 刘策也为自己的综合格斗生涯开了一个好头 值得一提的是 刘策这场比赛中 魏瑞也一直在场边给他做指导 对于刘策而言 魏瑞对其技术进步以及职业规划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而且魏瑞也是在受伤的情况下来给刘策做场边指导 在下后采访中 刘策也对魏瑞、崔刘才以及龙云俱乐部表达了感激之情 当晚的压轴大战是中国队长傅高峰签约YFU50龙中对后的首战 他本次的对手是擅长缠斗的黑人选手恩扎巴 近年来无论国内还是国际 有越来越多的顶尖踢拳选手转型MMA 而且取得了非常耀眼的成绩 傅高峰作为曾经中国散打的领军人物 转型综合格斗自然也备受瞩目 但他能否在短时间内适应MMA的规则也存在悬念 当比赛正式开始后首回合开局傅高峰便占据铁龙中心 沉压这态势 恩扎巴的首次爆摔尝试也被其轻松躲过 不过对手恩扎巴战术意图很是明显 就是想要把比赛拖入地面展 在将傅高峰摔倒后 恩扎巴轻松拿到了上位骑程 不过就在这时 傅高峰却很是意外的起身反转了过来 甚至将其压在身下实施地面杂拳 不过恩扎巴很快又恢复战力状态 再次将傅高峰爆摔 出乎意料的是在爆摔成功后 恩扎巴反而自己丢掉了极其优势的位置 如此之大的失误实在是不应该 时长2点27分场才赵自阳老师 现状直接暂停了比赛 表示要和裁判团队进行沟通 在暂停结束后 他也上前去和恩扎巴与傅高峰沟通 表示让恩扎巴认真战斗 全力以赴去对待比赛 在随后的时间中 两人继续在战力和缠斗中进行了一系列对抗 第二回合中断 恩扎巴在躲过后手中击后主动倒地 或许是想要引诱傅高峰进入地面 见此状况傅高峰最开始还不敢贸然上前 不过随后可能是发现了对方的漏洞 又迅速扑上去将恩扎巴压在身下 最终在地面压制中 以重拳杂击TKO对手 拿下胜利 这场比赛中 可以看到傅高峰的防摔与地面缠斗能力 还有很大的加强空间 希望他能不断在YFU50龙中 对的铁龙中对阵更强的对手 在综合格斗领域继续证明自己的实力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